我太喜歡香港 但生活在香港是令我瘋狂 你知道我們在香港嗎? 在世界各地的世界 在各地的人都會說 拜託,拜託,拜託,拜託 香港,拜託,拜託,拜託 我在香港中央亞洲 任職廣告行業的Garen 讀書時期參加過很多辯論比賽 及即席演講 後來經外國朋友介紹 接觸洞篤笑 香港有兩個comedy club 我見過一個show 他們有幾個叫做open mic 整晚你想上台就上台 每天5分鐘 那一星期寫了少許東西 上台,OK 其實如果一看是廢話的 不是好笑的 但在時期,我覺得好玩 多數是在酒吧 你頭兩個drink是free 做5分鐘上台 喝東西不用付錢 香港多數開始是去這些open mic 他很喜歡去旅行 近年更衝出香港 去其他國家演出 順便賺累費 今年應該是11次 上年有13次 星期五晚飛去 星期五、星期六做個show 星期五日回香港 星期五日不用請假那些 有幾個是上海做動了少的 他們會做這個show 問問我們 你們想去上海嗎 他們出show 他們會買票 他們會給錢給我們 可能收幾千元 包括機票 當旅行 一月我女朋友很想去台灣 上年有個finalist 是台灣人來的 我叫他 你現在有沒有錢 找一些亞洲的headliner 飛過去做show 他說當然 你過來 酒店包不到 但包到機票 就說OK的 機票 一千蜜蜜 台灣可以玩到兩三天 Annual leave 是用來做動得少 我已經想到下年 他做的動得少 內容多數都說 要香港和鬼妹女朋友 很簡單 你每次坐地鐵 會見這類人的人 Typical day in 蘭桂坊 你會視乎這些 nuance 香港住是怎樣 教租是怎樣 做事是怎樣 以前會有很多politics 現在少了 尤其是2014時 很多都會說 Brother Revolution Politics是你想說的 但有些人不想聽 開始的時候 很多人做Trump joke 現在 那些人是討厭Trump joke 因為他們說不想再聽 I just I just 我想笑而已 不想再聽Trump這個名字 大陸做動得少 是很sensory 你說天哪文一個字 next day 整個venue是shut down 我每次去上海表演的時候 他們說 even in 英文 他們說 這些是整個list 不可以說的東西 他們是很strict的 我們經常怕香港 香港是trending in this direction 雖然很喜歡棟篤笑 但他暫時都不考慮做全職發展 因為 錢不錢 能否交租呢 不知香港行不行 除了RV紅到上電視那些 但香港做棟篤笑 特別如果你只做英文 難一點 so I'm trying to 多些做廣東話 找廣東話的crowd 是難一點 可能不知道棟篤笑是甚麼 educating他們 棟篤笑是一個challenge 蘋果優惠 開藍牙定位 附近經濟優惠 隨即到手